在台湾十大陆拥挤的巷弄里头 有这么一个特别的小曼茶房 她现在也在上海开启了小曼茶房 小曼本来是一个和她原来的前夫 一起留学在东京的平凡女子 但是她休息了茶道在日本 然后爱上了茶 和先生离开之后 她回到了台湾 开启了小曼茶房 刚开始的时候 她当然带进来了日本的茶道 慢慢的 她把原来中国传统 跟台湾的功夫茶 全部集结在一起 小曼茶房等于是一个把茶 跟大自然里头的原木 跟人生活里头静谧的一种 从容态度结合起来的一种方式 为大家介绍小曼茶房 当空气中所有的尘埃都落定 让空间里只有夏天清新的青草味 深深呼吸 让整个世界只剩下一件事 写字 那我从写字里面得到很多的快乐 因为她让我在写字的时候 我不会想别的事情 我很专注 当你心一乱 写出来字就很乱 当你心一静 写出来字就很静 她是小曼茶房的主人谢小曼 爱书法 懂品茶 闪茶花 爱一切生活里让心安静的艺术 坐落在师大附近的巷弄里 她的小曼茶房在喧闹的世界里享有 一方宁静 茶房改装自她住了十多年的老家 当年前后庭院 种满了父亲亲手栽种的植物 如今仍然充满绿意 而她将屋内空间打开之后 惊喜发现 母亲的美感早就已经铺在地上 与她相伴数十年 我就问了妈妈 我说为什么这里的 跟那里的完全拼的感觉 不一样好有趣 她说因为这里是客厅 这是房间 她特别营造一种不同的层次感 就一打开以后 她简直就像一幅 一种抽象画 她没有那么自视 然后也没有那么规矩 可是拼堆跟拼堆之间的颜色的色差 还有比例就让我们呈现 它好像是一幅画 坐在地上这样 茶房的空间布置 很能体现主人的风格 谢小曼曾经留学日本 在日本百货工作 非常崇尚日本 华比萨比的美学 华比萨比中文翻成 插吉 代表着简单朴实 留白鱼韵 一点点的残破老旧 去欣赏不完美 并且从中理解 孤极与清贫的力量 因此 她的茶房几乎空无一物 却也蕴含着日本人的减法哲学 家具也都是有历史的 无数人抚摸过的厚重木质桌椅 她喜欢亲自布置空间里的每一朵花 即使一点点细节 也都是深思熟虑之后的结果 咸石插花 然后寄一壶茶 这是秋天的铁观音 它将大自然的味道 浓缩在一滴茶汤里 通常我们喝茶是喝一杯 好多一杯好多口 慢慢喝 所以它不能太浓 可是今天如果我们只喝一滴 就是一小口的茶汤 那必须那茶量是非常明淡的 不能太薄弱 不能太淡 所以这一杯 我就会特别加强了力量 让它的浓浓的口感 只喝一小口而已来表现出来 专研茶道数十年 她同时也积极在日本各地举办茶会 分享她对茶道的心得 这一天她的茶会特地邀请两位来自日本的书法家和陶一家 一起展现生活的美好 穿着和服的书法家 站着写大字 优雅而从容 她二十多年来钻研诗词 书法字描述的 是她对夏日舒爽清凉的感觉 在一个两种下落后 就是黄花落下来的时候 然后又看到那边的小花 感觉是非常幸福的一个感觉 而来自福岡的陶一家 这几年专心在火候极难掌控 变化极大的柴烧窑 日本ではもう巻窯を始めて何年も経つんですけど 未だに試行錯誤というか うまくいかないことが多くて 台湾の焼き物屋さんはちょっと知らん 分からないんですけど 日本僕は釜を焼く前に お酒とお塩を釜に捧げて焼くんです すごい お願いします おねがいします 以石原先生的陶杯品茶 一边欣賞西原老师的字 空间中每一朵花 每一个器皿的配置 都出自谢小曼的手 然后他请大家静坐 共同欣賞茶汤的甘甜 他用很帅气的大壶 泡广东的凤凰丹丛 去年采摘的茶叶冰占之后 散发甜香 在盛夏暑期中令人心神俱进 生态跟自然野放的茶 是我在这几年一直喜欢 去追求跟去实践的一个理想 就是说真的干净的茶 真的好喝的茶是什么 它让你身体喝下去是很放松 甚至会喝到一种很自然的 纯净的口感 而不是透过很多的肥料 或者是加工的香料茶 去表现另外一种层次的 一种华丽的美 它更是一种静态 甚至是内在 甚至是一种纯净的美 西小曼的茶会 主题都经过细致的思量 初春时节在东京的茶会 取名为湛 它与花道家合作 边品茶边赏花 迎冰茶是具有 盐谷花香的盐茶 而剩下的茶会 取名为野 平邻关于步道旁的河窗边 台湾的野放冰茶 加上夏日水果 茶汤清新甘甜 余韵久久不散 我们采访到一半 茶房由远客来访 让谢小曼惊喜不已 请进入 你好 你好 请进入 请进入 没事 先生 原来是她年轻时期 住在日本的房东一家人 来台湾旅游 特地来拜访 风雨 故人来 这一个下午的茶房 多了温暖和一期一会的美好 谢谢 请进入 因为洗茶 而后赏茶 品茶 再到茶席和空间 然后延伸出花道 陶艺 书法 而其实 操津 喝茶 擦花 都是静心 心情宁静 日日 都是好日